4万平米的光辉作品是个什么概念 大概是六七个足球场的大小 不经意间我可能创造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光辉图案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节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光辉摄影这个题材 可能有很多同学还没有听过光辉这个词 简单来说呢 光辉就是用光来绘画 把光当作画笔来创作想要的各种效果 所以光辉摄影的作品往往都会非常的绚丽 色彩丰富 但也决定了这样的拍摄手法必须在一个非常黑暗的情况下进行创作 所以光辉摄影师跟星空摄影师一样 通常都是夜行动物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是拍岩石摄影的 那怎么会最后搞光辉摄影了呢 那还得从我爱折腾这个事开始说起 当时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发现国外有一种光辉的工具叫做Pixel Stick 能自定义光辉图案 然后在长曝光情况下能画出非常神奇的效果 还能做成动画 这一下子就吸引了我 其实准确的说那是那个光辉工具吸引了我 在我看来这不就是一个LED吗 这不就是一个单片机吗 三下五除二感觉我也能做出来 所以就开始了自己DIY这个设备 设备折腾出来了总得试试效果吧 然后就开始玩光辉 玩着玩着发现 哎 这东西还挺有意思 结果就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最后东西也做出来了 而且我还把它产品化了 而且上了国外的众筹 最后我也成了一名光辉摄影师 命运就是这么神奇 你永远不知道未来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就像我们行走在黑夜中 当出现了一丝光亮以后 你才会发现自己前方的路通向哪里 后来我也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光辉技术 在2018年的时候 在雪佛兰的赞助下 我们打破了光辉吉尼斯世界纪录 突破黑暗给人带来的那种希望 从那以后我觉得应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作品 让大家看完以后能引起心灵共鸣的作品 从2018年以来 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全球 全球经济都戛然而止 虽然在大家的同心协力下 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但我们的生活仿佛还没有回到以前的状态 有人说现在是后疫情时代 每个人都充满了彷徨 迷茫不知前路 我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虽然我只是一名摄影师 但是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希望他能给看到的所有人带去黑夜中的光明 看来是时候创作一副新的作品了 说到黑暗中的光你会想起什么呢 我想大部分人都会想起星空银河流星吧 如果在漆黑的夜晚缺少了璀璨的星河 那这个世界该是多么的枯燥 所以我决定用光辉 绘制一幅四万平米的泛高的星月夜 泛高通过这幅画 并不是想用浩瀚的宇宙来反撑出人类的渺小 令人类伸出畏惧之心 而是想传达出一种不像命运低头的精神 那我们选好了题材 接下来该如何拍摄呢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找一个超大的场地 而且要够黑 灯光污染小一点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个场地边上 要有高的建筑来进行拍摄 不然光有场地的话是无法俯拍的 有的同学可能会说 用无人机不行吗 当然不行 这么大的一幅作品 而且是完全靠走路来完成 起码曝光时间要几个小时 无人机续航不行 就算无人机能续航这么长时间 也解决不了抖动的问题 虽然有云台增稳 但是不可能实现完全的移动不动 在长曝光情况下 一个小小的抖动 整个画面就会虚化了 符合这样条件的场地可不好找 最后我一个朋友说 他那里有一个很符合要求的场地 是一个超大的绿地 总面积将近有五万平 边上正好是一个高层小区 最高12层 大概40多米 架设机位俯拍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晚上整个草地都是黑的 内部没有灯光 符合光辉的所有条件 最终我们就定在了这里进行创作 第二步就要绘制图形 我先把星月夜的图导入PS中 我用线条在原图上面重新绘制了一遍 做了一些精简 这样线条可以更加清晰 便于光辉时寻找行走的路线 第三步我们要决定用什么样的设备来拍摄 我们先来看看这样的拍摄需要符合什么样的要求 第一点就是电量要充足 这个任务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 需要行走四五个小时 而且相机要一直曝光 所以供电时间一定要长 第二就是要支持长曝光 而且是要将近四五个小时的长曝光 普通相机没办法支持这么长的曝光时间 虽然可以用相机的闭门模式一直曝光下去 但是城市中是有一些环境光的 一般情况下曝光10秒20秒就会过曝了 更别说四五个小时了 但是有一种解决方案 就是奥林巴斯有几款相机 它有一个RAW文件实时叠加生成新文件的功能 就是说它可以一直曝光 相机实时叠加当前的画面 只要画面中有比之前亮的元素 就会添加进来 所以它是基于算法的文件生成方式 理论上有电的话就可以无限叠加下去 但是我考虑到这种方式还是比较繁琐 整体的稳定性没有那么高 最关键我也没有那台相机 所以最后就放弃了 最后根据这两点要求 考虑到便携性和稳定性 我最终选择了VIO X70 Pro家这款手机来实现这个项目 首先手机续航能力足够强 四到五个小时完全不成问题 而且X70 Pro家内置光辉模式 支持实施黑光夜市 所见即所得 第四步就是选择光辉用的灯光 在普通的光辉拍摄中 任何发光源都可以用来光辉 但是这个项目要考虑到这几点 第一是线条的宽度 太小的光源画出来的线太细 整体的效果不好 第二个就是要可调颜色 星月夜是有很多色彩的 需要经常切换色彩 最好是预设好的色彩 不然还要经过中间变色的过程 很有可能就会被相机记录下来 第三个就是便远安装 四五个小时的行走不可能一直用手拿着 一来是不稳定 二来是也会很累 所以这个灯光最好是能够固定在支架上的 经过严格的筛选 最后我选择了我开发的光辉棒 来充当光辉光源 宽度一米 粗细比较合适 内置七种预设色彩 切换方便 底部有四分之一裸孔 便于安装 我找了一件摄像师使用的斯坦尼康背心 把光辉棒固定在上面的一根支撑杆上 这样就可以释放双手了 第五步就是图像做好以后 我们要把它映射到现实的场景中 在18年打破吉尼斯纪录那次活动中 我们用的是地面贴条的方式 就是把图案提前在地面做好标记 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晚上沿着标记 完成地走一遍就好 虽然看着简单 但是涉及到非常多的细节 比如要把整个图形切割成很多方块 然后一个方块一个方块去贴出整个图形 所以前期准备的工作量非常大 而且当时的面积仅仅只有900多平 这次我要挑战的是4万平 用这种方式一两个人完全搞不定 所以我们只能换方案 最终我选用的是GPS定位的方法 我先在Google Earth里面把图像导入到地图中 定好位置 然后把KMZ文件导入到手机里的地图APP中 开启实时导航 我就可以看到我当前的位置在图像中的定位 而且还会显示走过的路径 不过行走的速度得慢一点 不然会发生GPS偏移的情况 所以我只要拿着这个手机一直走 就可以把这幅图案走完 一切准备就绪 那我们就开始了拍摄 开始 4万平米 约等于5.6个足球场面积 相大于6万张原画平护面积 我们用5万步 5个小时完成了它 其实 我们每个人都如夜空中航行的星辰 其实 我们每个人都曾感到迷茫 问过自己究竟能为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 虽偶尔永远 但终会永远处闪耀自己的光明 别忘记仰望星空那片夜空 总有一天 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颗奇迷信 你要相信 没有走不出的黑暗 没有拨不开的迷茫 因为 星光 永远不灭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 如果你感觉不错的话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分享加收藏 你的支持 它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 哦对了 今天还是冬至 祝大家冬至快乐 别忘了吃饺子哟 好我们下期节目 拜拜